现在做植物肉的水饺馅 这个是高丽菜红萝卜 还有Zucchini 把它打碎或多碎都可以 然后放一点盐巴去水分 冬粉泡的热水 然后软了把它切成碎碎的 这是Coast买的植物肉 这里有一盒 高丽菜有半颗 三根红萝卜 两个比较大的尺寸的Zucchini 调味料就放胡椒 胡椒粉 还有姜末 然后我会放一点点的树沙茶酱 麻油 把它拌均匀 蜂粉 蜂粉除了吃起来会比较软 水饺会比较柔软 然后它会吸收高丽菜跟Zucchini的水分 就这样把它拌均匀就可以了 可以闻到香油跟姜的香味 这样就可以了 先沾一点水在它的周边 然后水饺先 然后水饺先 一边各两次 这样包起来的水饺就很漂亮 每一粒都可以包得很饱满 现在可以拌均匀 就赢一下 你要到处理大家 就赢一下 他叫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